大家好 歡迎回來快樂瘡雪 HampsterTV 我是 PY 瘡雪目前被發現的品種一共有 26 個 其中歐洲瘡雪在 2020 年 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憑危物種紅色名綠 這位極為憑危物種 組織警告 如果再不取取行動 歐洲瘡雪將會在 30 年內絕跡 這種外表那麼可愛 模式豐富 站起來的時候 好像穿著黑色禮服的野生瘡雪 為何會面臨滅絕危機? 究竟我們有沒有方法 可以令它們脫離騙運? 歐洲瘡雪身長大約 25 厘米 因為土福的毛是黑色 所以花名叫做黑福瘡雪 由上世紀 30 年代到 60 年代 歐洲瘡雪曾經在歐洲大陸試藥 活動化為涵蓋 歐洲內陸以至西亞 它們拿來被視為破壞王 因為它們活躍於農地 主要是靠食農作物為生 尤其在冬天來臨之前 大約 9 月至 7 月 為了預備糧瘡 歐洲瘡雪會將重達 10 公斤農作物 搬到自己的冬月內 我們平時買的包裝米 大包裝有 10 公斤 一隻歐洲瘡雪搬走類似的份量 如果有很多隻 還得了? 歐洲瘡雪不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 它們性情很兇猛 不要小看它們身形不高 平日單獨出沒 若然在野外遇到歐洲瘡雪 只要靠近它一些 它都會跳高襲擊 爪傷或咬傷人 即使我們將幼年的歐洲瘡雪 收納為寵物 大了都未必順化到 所以以前年代的農民 會不時在適當位置下毒藥 甚至有哪個小朋友 捕捉過歐洲瘡雪 就獎勵那個小朋友 因為歐洲瘡雪模式豐富 有黑、白、啡和幾種顏色 所以當時被捕捏造成歐洲瘡雪 只要有一個用途 就是淪為無價裝飾品 而且因為數目太多 太容易捕捏 所以製作出來的無價產品 都是不值錢的 正如Youtube 片 收到的Like 都是不值錢的 但你們在下面每給一個Like 都有助Youtube 將這個影片推送給更多賬戶觀看 可惜歐洲瘡雪的數目 無論在西歐、中歐和東歐 在近幾十年大幅下滑 例如在東歐 尤其在俄羅斯和烏克蘭 數目下降了75% 而在西歐 包括比利時、荷蘭和德國交界 數目嚴重下降至99% 數目大幅下滑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郊區城市化 高速公路和大型建築 延伸到城市以外的郊區 破壞了歐洲瘡雪的棲息地 另一個原因是農產業現代化 農作物變得單一 只是種粟米 其實歐洲瘡雪的食糧還有 木粟草、四葉草、小麥 當然身為雜食動物 瘡雪都會食爬蟲類 為何歐洲農物都只是種粟米 因為粟米的種子可以成為我們的食糧 粟米的油可以提煉成燃料和塑膠 瘡雪者食粟米當然會營養不良 甚至會出現更嚴重的影響 稍後就會說到 還有一些純粹推測出來的原因 例如氣候變化、全球氣溫上升 以前冬天會下雪的地方 現在都變成下雨 歐洲瘡雪在每年10月至4月 都會躲在地底6呎以下的凍月中冬眠 地面積雪就好像一層隔溫層隔著地面的寒溫 有助地凍維持一定溫度 但是現在積雪變成寒雨 隔溫層消失了 留在洞中的歐洲瘡雪會漸漸室而身亡 另一個推測出來的原因是光污染 擾亂瘡雪在冬眠期間的心律節奏 歐洲瘡雪的冬眠節奏 是每隔兩三天就醒醒 補食物 然後又進入冬眠狀態 如是者重複到春天 瘡雪冬眠的時候 心跳和呼吸非常緩慢 這種心律節奏本身會依照日常時間 而在適當時喊醒瘡雪的身體 不過光污染拉長日常時間 擾亂瘡雪的心律節奏 令它們處於冬眠狀態太久而死於冬眠 歐洲瘡雪在1990年 被歐洲野生及自然環境保育公約 列為受保護物種 在1993年 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憑危物種紅色名錄 列為無危物種 但在隨後幾年 陸續有科學家聲援 將歐洲瘡雪改列為二危物種 結果拖拖拉拉 到了2020年才正式修改 並且改為最危急的級別 極危物種 原來歐洲瘡雪在大自然中 扮演庇護物種角色 它是其他比較巨型動物的捕獵對象 例如歐洲洪湖、歐亞雕囂 如果保護瘡雪 亦能保護其他歐洲獨有品種 如果歐洲瘡雪這種動物消失了 整個生態圈就會斷層 到最後影響到的是我們人類 而且絕種的意思是 地球上至此缺少了一個品種 假如將自然生態比喻為一個大家庭 絕種即是永遠失去其中一位家庭成員 歐洲瘡雪的平均壽命只短短兩年 但繁殖率驚人 母鼠、懷孕期只短短18天 一胎平均生20隻 所以他們的整體數目 以高繁殖率 來抵消壽命短的缺點 但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今時今日的歐洲瘡雪 一胎隻生5、6隻 鹽在系平均20隻 在2017年1月 英國皇家學會報告 廣載了一篇實驗研究的文章 子春農地只集中加種粟米 導致歐洲瘡雪只吃到粟米 於是普遍缺乏蛋白質和維生素B3 實驗結果發現 缺乏蛋白質會妨礙幼鼠體格發展 令瘡雪整體體重和生存率都下降 而缺乏維他命B3 除了導致母鼠生育能力下降 一胎生很少隻幼鼠 亦導致一個更可怕的後果 就是母鼠生出來的BB 四散於籠裏 而不是正常堆在一起 然後就出現媽媽吃BB的異常行為 研究報告引用人類身體缺乏維他命B3的影響 會出現醋皮病 病徵系輻射、皮膚炎和癡癌 醋皮病早在18世紀意大利北部 和上世紀40年代的美國南部都爆發過 因為當時的人主要是以粟米為主要糧食 這樣一比較 就不難明白 為何母鼠在缺乏維他命B3的影響下 生育時會出現不理智的行為 所以農地不可以只種粟米 必須同時種植其他農作物 尤其含豐富維他命B3的植物 例如帶斗和太陽花 幸好由千禧年開始 歐洲多國包括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波蘭、烏克蘭等國家 一起在自己國家開展保育計劃 讓歐洲蒼薯得以保存和自然繁殖 不過原來各國在推行保育計劃期間 會遇到不同的阻礙 保育計劃實施後的成效亦各有差異 其中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發生在荷蘭 歐洲蒼薯本身在2002年已經從荷蘭境內絕跡 荷蘭政府在同年開展放山歐洲蒼薯計劃 分別放山到政府構築的農地 有自然保育機構管理 亦放山到商業或私人農地 和當地農民簽署合約 由農民協助實行對歐洲蒼薯有利的措施 放山在政府農地和商業或私人農地的成效 在計劃實施首幾年已經明顯見效 歐洲蒼薯的數目增多了 另一邊商法國政府在阿爾薩斯區 即唯一一個有歐洲蒼薯中職的地區 頭幾年經過三輪放山歐洲蒼薯的行動 似乎有點進展 在野外的歐洲蒼薯整體數目逐漸增 但這幾年過後又下降至危險水平 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原來,放山的歐洲蒼薯集中在同一地大活動 於是很快吸引到捕獵者成為牠們的囊中物 而背後的原油是保育區意外範圍的農民 抱著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將所有野生動物都趕出自己的農地 這些動物很自然闖入保育區,威脅到歐洲蒼薯 另一個原因是法國政府以現金補貼方式 鼓勵阿爾薩斯地區的農民 將粟米和木粟草一起種植 或者在粟米田中留幾行用來種木粟草 但農民都很抗拒參與 當地人甚至抗議政府為了搞保育 而拖延當地城市化發展,令他們失去工作機會 法國政府在2011年被歐盟法院裁定為力道不救 歐盟法院警告法國政府 若然不明顯提升歐洲蒼薯數目 又會重罰2400多萬歐元 於是,阿爾薩斯區政府順即在2013年 進行一個名為Live Alistar 的救援計劃 Alistar 是 Elsus Live Hamster 的簡稱 意思即是拯救阿爾薩斯區的蒼薯 計劃花費高達300萬歐元 目標是將歐洲蒼薯數目 由幾百隻提升到1500隻 他們預測1500這個數字 足夠讓歐洲蒼薯自然繁殖下去 這次計劃比之前顧及到更多方的需要和建議 包括農民、市民、科學家、慈善機構和政府部門 他們一起去商議 在保育計劃對社會各界帶來影響當中 如何尋求共識和平衡 在宣傳和教育方面 當地地區政府為了解阿爾薩斯區的人民 對這次救援計劃和歐洲蒼薯有甚麼看法 於是以訪問形式 了解普羅大眾對救援計劃和歐洲蒼薯的印象 調查結果是,九成人知道歐洲蒼薯的貧臨絕種情況 但五個人入面只有一個人知道有甚麼保育計劃進行 超過九成的高齡人士認識歐洲蒼薯 但大多數都不知道他的貧毅情況 相反只有六成18至30歲的青年認識歐洲蒼薯 但大多數知道他的貧毅情況 透過這次訪問調查 Live Alistar 計劃的相關人士 就知道如何向不同年齡層傳達教育訊息 加強他們的保育意識 保育人士亦想到 為了養歐洲蒼薯在放生後 能夠適應郊外環境 而且能夠暫備其他會捕食他們的動物 於是用圍蘭和網包圍一定化圍 過幾個月後才完完全全地放生出去 並且會在放生前 在蒼薯身體加上晶片 以便監測他們放生後的行蹤 以及行常檢查他們的身體狀況 雖然當地有人提議 不如管制那些捕獵歐洲蒼薯的動物吧 但保育人士想到 約肉強食和食物鏈是大自然的定律 而且管制其他動物對整體效益微乎其微 所以決定不從這方面解決問題 保育人士亦都留意到 道路和經收穫後的農地太空曠了 歐洲蒼薯若然走到這地方 便很容易被發現和暴裂 所以在道路和天橋下 建造專為給細小哺乳類動物通行的隧道 保養歐洲蒼薯安全通往不同棲息地 至於農地範圍一面 除了鼓勵農夫減少 甚至完全不用用殺蟲劑 亦都在泥土上加上有機覆蓋物 例如乾草便可避免翻土 因為翻土會干擾歐洲蒼薯棲息 亦都干擾依賴土生存的麵包蟲和蛋尾蟲 還有同時種植不同農作物 除了之前提到的松米、大豆、太陽花 亦都有大蜜、小蜜、木树草 不同種類、不同形態的植物 更加有效被蒼薯做掩護 農夫因為要改變他們向來使用的種植方法 便必須付出額外開支、添置機器 政府當然會補貼他們 亦都鼓勵農夫之間互相溝通 攻堅對歐洲蒼薯有利的農田 為了讓農夫更加實質去支持歐洲蒼薯保育 農地入面每出現一個歐洲蒼薯棲 政府便會發放額外獎賞給負責管理的農夫 Live at Lista 計劃入面的措施還有其他的 這裏不詳細介紹 這個計劃除了達至生態保育 亦都顧及到阿爾薩斯當地經濟和社區發展 歐盟其他國家都可以用來借鑑 更好的消息是 Live at Lista 計劃進行的那幾年 其他憑危品中的動物包括雀鳥、昆蟲 數目都比以前增多了 而一系列的耕種措施 亦都減緩了土壤侵蝕問題 沒有噴殺蟲者的農作物 當然都為及當地居民 有人問過 若然保育成功 歐洲蒼薯會不會再次過度繁殖 重複一百年前周圍破壞農作物的惡夢 放心吧 不會的 因為在保育期間 經過一輪的實踐和觀察 知道只要引入適當和適量的捕獵者 就能夠有效控制歐洲蒼薯數目 希望歐洲各國政府繼續努力 讓歐洲蒼薯成功擺脫滅絕的鴨韻 而居住在地球村的你 請日後繼續關注這隻禮服蒼薯吧 最後記得按LIKE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蒼薯知識 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亦都會在Facebook和Instagram 分享我養的蒼薯一些生活點滴 和字樣小貼士 有興趣就follow我吧 我是PY 我們下集再見